我是赵婷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 其实我不能说是网友 然后第一次见面 可是呢我已经跟他通电话 有通过电话 然后对于他的生活呢是很多人 非常的羡慕啊 因为你知道嘛 很多人都那个年代就是可能 二十年前 哇 到美国去 甚至有的公费流血就好像 光宗药主全村 都会放鞭炮 应该是三十年前啦 然后呢在前一阵子呢 虽然在日本呢 那个熊奔厂已经盖了 但之前呢在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很多人就说 哇 很多台积电工程师要到美国去 哇 美国好好哦 但是这位来宾他不是在那个 亚利桑那州 他是在加州 他在戏谷哦 那今天来介绍他的新书 叫做我失败的美式生活 做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失败呢 欢迎呢今天我们的作者 卢瑜大哥 你好 你好 谢谢赵婷 你好 卢瑜的三十年日常观察与非典型 剖析 看到非典型好害怕 好像是 非典型什么 想到肺炎 原来我具有传染病 你是五星插柳吗 就出书变作家了吗 谈不上就是写作 就是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 对 写作打发时间还不错 脑子就不会空白 所以很多人很想要了解你啊 就是说你那个年代当中 大就是大学生 然后去你的研究所就待在美国 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这样 就光宗耀族 没有啦 还骑一匹白马 上面挂一个状元两个字 然后一比四十的时候吗 OK 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的机会非常受限制 台湾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是八零年代末期 台湾还没有台积电了 八零年代末期 台湾年代 台积电是八六八七吧 台积电那时候还 而且台积电根本是硬体嘛 对吧 那我们是 我是要学资讯科技 是软体 所以那时候台湾 你要学电脑科技 就是去西国 所以你那时候在台湾 就是学跟电脑有关的 不是啊 我是学英国文学 你是 我不晓得吃惊是 To be or not to be 那种东西吗 对 西国 不过说实在 我记得啦 这样就讲我年纪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就是 有联谊的时候 你知道念大学 念专科都有联谊的时候 对对对 资讯科系 真的不是太多 只有几个学校 刚刚萌芽 对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 我忘了哪个科系 就说带我们去参观 学校的电脑哦 那时候电脑 然后想说 那电脑怎么这么大 在一个房间里头的 跟厨房一样大 是 是不是 以前是这个样子 386 486 然后以后 后来有网络播接 每天等播接 等得要死 然后进步的这么快 对啊 现在一个手机 超过那时候 一栋厂房的 那个processing power 对 以前还讲说 如果有个手机 上头可以看点东西 有一个照片多好 所以你有用过 BBQ那个年代 有啊 当然了 比那个还要早 还几乎用到算盘 擦了电的算盘 打起来很快 算盘是因为太太 叫你跪算盘 用到 没有了 打了我 不得不跪了 那我想请教你 就是你到了美国 也是念英国文学吗 还是你后来就中间转 没有 英国文学那个时候 所以我失败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 念文学在台湾 你只能 我不知道干嘛 教英文吧 那时候去贸易公司 也没人要 因为贸易英文 跟英国文学英文 不一样 对 所以我是因为失败了 只好到西谷去 可是无心插流 流也没声音 还不错啦 满地的落叶 这儿女成群嘛 也没有了 一个就已经很累了 有没有孙儿成群 没有了 没有 一个儿子已经很累了 就一个儿子就很累了 怎么会很累 他会不会讲中文 会听得懂 但是死不讲 因为环境的关系 对 他不习惯听到自己 就像我不能讲台语 但我听得懂 但是你就是住在西岸 比较久 西岸就用台语讲 西岸 很好 你感觉我也不会 对 西岸对吧 西岸七 逛夜市 东南西北 西岸能讲 算了 我们还是讲国语吧 你会不会讲西嘛 塞 对 可是西岸不能讲 塞 你自己也不会 所以你一直 待在这个加州 一直都在西谷 都在西谷 我在西谷落地 哇 你看西谷的房子 从这个house 从一栋十几万 到了两三百万 房子没变 价钱二十倍 对 如果你如果是做房地产的话 你现在可能就是 我那成功的 没有啦 我们不能以那个经济来算 那其实这 这么多年当中 你也看到了变化嘛 很多人以前好喜欢去旧金山 喜欢去西谷 觉得今天是个很浪漫的地方 然后有花街嘛 然后同性恋 同志同朋友很多 常常以前呢 只要坐飞机 落地到旧金山 你就会看到外头 有一两个男生 拿着一朵玫瑰花 然后我以前印象很深刻嘛 然后他们迎接来的是谁呢 可能就是一个同性伴侣 当然也有女性啦 那个时候就是 但因为我们台湾现在 已经同性婚 同婚都可以了 所以那是一个 很浪漫的地方 可是在你是书上写到 这三十年当中 旧金山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治安 第二个就是通膨经济问题 状况很多 对不对 只有对 问题就是 那个时候到现在 房价涨了二十倍 问题也涨了二十倍 各式各样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 当然就不止这样子 不止是西谷 所以我很同情拜登 在这个结果也当总统 那是不是跟法律有关 因为第一个可能 是不是监狱人满为患 第二个就是说 你多少钱以下 其实基本上你抢了 他也不会帮你怎么样 对那个他们不算抢劫罪 他就是算偷窃罪 其实明明是抢 对不对 偷窃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拿走 我当面拿我们叫做抢夺 我用拿了武器的话 叫抢劫 对不对 可是我也同情他们 这个对没有办法 今天不管谁当州长 因为这加州自己的决定 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对 这是加州的规定 那后来很多州都跟上 那就这种我们知道 950的 应该讲 零元采购的这个 对 美国到处都是 因为治安太败坏 所以监狱你一则 这些全部抓起来 然后把那些真正的重型犯 放掉一半 不然你这些人要放哪里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抓 所以以前我们开车出去 都会有一些黑人朋友 帮我们擦那个车窗 越擦越脏 那时候你到底 应不应该给他一块美金 不应该 就赶快走 因为那个是 基本上是勒索 那你红绿灯怎么办 就不理他 那个 现在好像 我知道有人上来了 帮你擦玻璃什么 我说 就了不起说谢谢 那个不能被他绑架 好 就每个地方都一样 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 因为那个恶性绑架 是不应该成全他的 是 这30年当中 用一本书写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浓缩 我们待会儿来谈谈你的第一部车 好有趣 好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时报所出版的 我失败的美式生活 如鱼的30年日常观察 与非典型剖析 在现场呢 就是等待好多年哦 终于等到的 如鱼大哥 反正你只是要叫如鱼 叫到尾 叫到底了就对了 如鱼也不错 蛮贵的又有营养 所以你的Facebook当中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就是有如鱼大哥 一天到晚在爬山啊 骑脚踏车的 还有牛 不要讲到牛 我跟你说 去年 今年是2024 我妹妹啊 就是跟朋友去爬山 她的车子 就是被整个敲 车窗敲下来 玻璃被敲了 然后里头的那个遥控器 家里的遥控器被拿 那个很危险 然后他报警 是用网路报警 警察就是在网路上 根本对警察不理你 他网路报警之后 就跟他说你遥控器 记得要换一下密码 他就是善意提醒你 他们这种案子 他不会去处理 换一下密码 好危险 对啊 所以这些东西 需要很多小地方 你不要说 他知道你家地址 因为我们车子的 那个车级注册 一定在车子里 他都拿走 好 通常我们都是放在车子里 我们那个 因为是跟着车走 驾照跟人走 车子行照 是跟着车走 所以那个 他就知道你家地址 是啊 我就觉得我妹 跟你一样 也住了二三十年 有点没什么好怕 他觉得说来了 也就来了 也没办法了 而且你知道 美国的那种 读动的 真的是蛮恐怖 大家了解的话 你书上有写 你反正就是 从后面那个木门 就让 狗都进得来 就后院就进去了 我上面写的是 猴子都会开的门 我们家隔壁的狗 曾经来到我们家 他们在那个竹篱巴 那边挖一个地洞 他们狗交流得很开心 他很高兴 对 然后隔壁邻居来找他的狗 就发现狗在我们家后院 很平常 像小朋友到隔壁去 吃糖果一样 好 讲到了车 听说你刚刚去的时候 哇 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 买了一台车 跟印度人买的 是 而且是二手车 当然买了一手车 那个时候还不只是二手 什么年代 80年代 那个时候车子只要有四个轮子 还都圆的 我就很高兴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节约 反正一定要 在美国 一人一辆车 除非你在东区纽约那边 但你在西岸 你一定要车 根本活不下去 一定要车 对 而且车子的保险 维修都很贵 对 但是因为刚到的人 都碰到团工问题 根本不懂车 我说不懂车 不是说不懂开车 是不懂车子 是什么回事 跟谁买车 就算那个行情 什么杀架 还有缴税 保险 还有车子 你也不会修 因为你买的 势必是一辆 垂围的车子 像我那个 而且我觉得你杀架 也有是够狠的 比如他开两千 你跟他杀 他一千三 你说一千三 他俊跟你说OK 他偷笑 然后我马上后悔 对 那你就要走啊 我不能走 因为那车子开了 有排骨汤 像排骨汤的声音 有没有 碎滚 原来我还问他 他说那个正常 那时候也不懂车 原来是水箱破洞 车子 所以你试开个两三公里 他就问你要不要买 对啊 他说这个车很早 一台做赞 然后就叫我买 他说台语 说赞 对啊 对赞 所以你就一直修 一直修 一直修 我随身带了修车工具 不行就靠边 然后就修 修完了继续开 然后他轮着坏 所有的零件 轮着坏 真是被折腾的好惨 所以开启了你的斜杠人生 说实在话 只要我们在国外 如果你住久了 白人比较多地方 你的周围的邻居 外国人 他们一天当然 也都是在那边弄车 弄他的船 弄他的什么 就是自己组合 都会修吗 其实基本上 车子的基本的维护 我都会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 去弄 很麻烦 而且现在车子 越坐越紧 你要换个东西 把整个车子都拆下来 所以但是那个 背后的理论 我们都懂 所以对于自己 照顾车子是有帮助的 那你觉得 就是这三十年当中 最美好的那个年代 就是美国的经济 跟你自己的整个状况 最美好的年代 是在什么时候 八零年代末期 然后后来就 一路看着他走下坡 八零年代 就走下坡 美国的其实富强 是二战结束以后 对吧 当然他是二战以后 需要十年 二十年的建设 差不多最富强的时候 我的感觉了 差不多是六零年代 那时候是大美国主义 六零年代应该 我们还没出生 我已经出生了 请你不要再追问了 所以六零年代的车子大 什么都大 那美国是最富有 到七零年代 别克很大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七零年代 已经进入高峰了 然后我觉得 美国的堕落 差不多是八零年代的 中后期 然后九零以后 八几的吗 1985年以后 就开始慢慢看得出来 那包括各方面 包括治安道德 美国人的整个的 太多问题了 那现在只有 越来越差的感觉 那可是你说 八零年代到现在 事实上这中间 还有碰过伊拉克战争 碰过很多的状况 看起来美国 在二十年前还不错吗 两千年的时候 都还不错吗 我觉得过去五六年是 转换是非常大的 对 就不好的状况 对对对 当然这个整个事情变化 不会那么快 我觉得还会再变化 二三十年 因为它原来是太强大 太复苏了 它基础是太强了 而且它即使衰落 它的基础 那个建设基础 那个人民整个的 我喜欢讲他们思考素质 那个不会消失 所以就会好坏并存 很长一段时间 是是 当然在加州 跟其他州又不太一样 因为你从 去给总统的选举 你就可以知道保守派 因为毕竟加州 是比较民主党为主的 对 那在这书上 其实你有谈到 这么多年当中 你很喜欢 去爬山 然后你有看到土狼 你们家后院 也可以看到土狼 有 就在我家前后院 都有出现过 那就在我妹家附近 对啊 可是土狼 其实蛮可爱的 他会不会伤害人 看 他跟小太宝一样 一两个 一两个没问题 我碰过四只的 而且是在没有人的地方 那个就 就是山上 对 我碰过两只的 三只我没有碰过 碰过四只的 两只的碰过好几次 两个我也不怕 那一个我根本就不理他 他们就跟小太宝一样 没事 你讲的好轻松 我现在真的已经不怕 那小动物就会怕嘛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会从足迹 慢慢学会从动物的粪便 判断出是什么动物 几岁 什么穴位 我都会看 所以你在美国 真的是不仅是在戏骨 你做了好 你做了好多鞋干 野外求生 从气味 感觉有点像什么 地质考古的感觉 对对 那个小动物 其实判别动物 最容易的是从它的分别 嗯 所以 好 挺有意思的 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移民 或者是常住的话 你要了解 跟我们台湾是不太一样 不是下面就有便利超商 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除非你可能住在东岸 比较什么纽约这些地方 那也没有台北方便 当然就会比戏骨好很多 是 好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了 我是赵婷 时报所出版的 我失败的美式生活 今天呢 鲁鱼大哥到现场 我想可能是因为 国际舒展的关系 所以你们都回来了 对不对 对啊 难得凑到这个 因为我上次两年前 因为疫情 所以不能回来嘛 那这次是等于 填补上一次的遗憾 所以你有一想象说 以前你跟我通电话 你没想象我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还要跟韵芬姐见面 这样 我不需要想象 我上次就有看到你啊 记不记得 我不晓得 我们上次 对啦 我们是用那个video conference 我有看到你 你有看到我吗 哦 没有耶 哦 那OK 所以反正我就 反正我认识你了 这样说 那比较像美女的 就像你印象中的 那个漂亮的 那个就是 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 所以我 第一次进来或第二次 对我来讲都一样 因为蛮熟悉您的脸孔 是是是 不过你周围的人 现在因为你在西谷那么久 可是说实在话 大部分比较深交的朋友 都还是华人 对不对 对 不但是华人 而且多分都是台湾人 哦 我倒没有其他意思 因为 你如果碰到 中国大陆来 有一个差别是 他们年纪 普遍比较轻 很多工费 很高 不是 因为他们的留学风 是在95年 就是天安门事件以后 再过差不多 七八年以后 才开始兴起的 所以 我那个年代 刘慧生根本没有 中国大陆的 所以那我那一批来的 就跟我同年龄的 大家差不多 差不多 同样社会工作经验的 绝大部分都是台湾人 那要不然就是 就是印度人或伊朗人 所以我妹妹 可能小你一些 所以她的朋友 就是也有印度人 有越南人 伊朗人 伊朗人很多 因为印度人很聪明 伊朗人也非常聪明 尤其是在 西谷这种地方 你知道就是要比谁聪明 什么人都有 而且大家都 都比聪明 对 所以我妹妹 后来选择了一个 可以带狗上班的公司 好酷 所以疫情来的时候 其实她在家很开心 就狗不开心 因为狗就没办法去上班 狗有自己的那个牌子 真的 就可以刷卡进去 然后如果说 这个狗呢 它有一点侵略性 就不能来 所以听说 他们家老板的狗 是在家里头的 员工都可以带狗 对对 好酷 因为就像你书上写到 你上一篇也写到 上一本也写到说 西谷为了要 希望这些工程师 回到公司上班 他有好多措施 跟你说有中 中饭嘛 有什么buffet 什么的 来吸引你们回去嘛 有些人还是不想回去嘛 对不对 他不回去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搬到西谷外围 因为可以在家工作嘛 对不对 那我何必 挤在西谷房子 这么贵的地方 他搬到每一 多一个小时 大概便宜25% 那你多两个小时 我是只单烫啊 就便宜50%了 但从你家到 San Jose 我家还好 也要40分钟 差不多 我们那是蛋白区 对 那再到外面就是 我们不能再讲太仔细 对了 不然那个 大家都知道 exactly你住哪里了 大概也会知道啦 大概这个戏谷中间 40分钟 有牛的啊 什么 这个我觉得美国 靠山真的是很恐怖 上次有跟你分享过 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因为我妹上班 我去 我就很无聊 去逛那种 Ross吗 还是Rose 对 Rose 然后骑假车去啊 没有车啊 车被他开走了 我就沿着山回家 走错边 对 觉得为什么这个山都好像 我已经骑了30分钟 怎么还在山 然后人越来越少 牛越来越多 对 然后呢 就是天气越来越暗 对 牛就追我嘛 因为在美国 你随便骑个假车车 二三十分钟 是很平常的事啊 所以我就挽回开 我挽回骑 是对的 说不定我那时候也在山上 因为我常常在山上 赶牛吗 不是我看夕阳 你不错耶 你还有那种悠哉的时间看夕阳 我对啊 有的时候 我除了就是招阳不看 因为我如果说看夕阳 那是骗人的 因为矽谷在西边 看不到夕阳 是是是 只能看夕阳 我常常上山啊 那有的时候晚上 去照到山顶 看星星 浪漫浪漫 回到你书上写到了 其实跟钱有关 先讲讲小费 其实有一些观光客去的时候 其实都不知道小费怎么给 以前是10% 那有时候 我记得以前西岸是10% 然后我表妹他们住 纽约就说 我们都15% 后来我那边15% 说我们那边20% 25% 在比 现在不是 就是现在听说小费 已经高到一种 匪夷所思的状况了 是不是 现在是平均20%到25% 小费啊 小费 比如说你买一个 麦当劳要不要小费 麦当劳不用 对 但是现在 就是过去这几年 产生一种 就即使是 术师 他也给你吹小费 他就用平板电脑跳出来 那包括你去买 他帮你计算好了 对 他就逼着你表态 以前这种东西 都根本就不用考虑的 所以现在买一杯咖啡 去买蛋糕 面包店 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服务 你还是自己拿夹子 自己装的面包 只是给他结账而已 他就跳出来这么大个萤幕 问你要给几% 最低的 很多最低是20%开始 20% 对 20 23% 25% 意思是说 你知道别人都是这样子给的 但他有其他选项 对 那个写的很小 就生怕你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叫 那种Uber也是这样 就是有10% 15% 他会帮你先算好 但你可以跟他说 Uber我其实我反对 因为他有provide 某种程度的service 是是是 对 那你这个就跟7-11 给你结个账 他的service在哪里 所以你们还是要这样给 我 我基本上我都是 OK 完全不给呢 大家都大眼 邓小眼都在看你 后面也看得到 他自己也看得到 他把它转过来 他车面可以看到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 就是给个一两块 意思意思 就是我是给 我不是给百分比了 好比说我 我一个人我叫了 大概 二三十块 二三十块钱的东西 我就基本上就给个 大概两块钱 就是说 算是基本的service 哇那你真的就是 老美国人啦 可是你要美国人 一般来讲 二三十块 我们如果结账买 二三 比如说他结给我300 我最少会给到300 350耶 你说在美国是吧 你在美国 对不起 你买什么东西 结账要300 吃饭 吃饭300块美金 哦 您 没有 我是我举例啦 只是数字 比如说我100 100块美金 如果我们吃到100块美金 我们大概也是给 25嘛 25差不多 25% 不过你那个100块 不晓得 100块是包括税 因为美国要缴 将近10%的 加州的税 对 而且是每个城市不一样 每年不一样 所以你只给一两块美金 没有 我现在讲的是 麦当劳那个 哦 餐厅 餐厅做好来 sit down service 那个当然不一样 那会被打死 对啊 那个最少百分之 我一般来讲 15 你不想烦恼 15不行 太低了 20 25 差不多20 25的话要看 如果他service非常好 比较高档的 我会多给一点 哇 现在这样子 真的是吃不消 对对对 所以千万不要误解 那个两三块 就是像麦当劳 你可以不必给的 请大家不要误解 你如果真的去美国 一个餐厅 你吃个牛排 哦那还得了 你这样会对不对 你还是要给人家 你不会算 最少20% 对你不会算 你就拿手机出来算一下 最少20% 好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现场的就是鲁鱼大哥 刚刚呢 这个有 这个我们台语达人 跟我们说 西岸怎么讲 塞冰 不是塞 岸 塞冰 不要打 所以就请大家 这个要了解一下 不过说实话 其实在美国呢 很多人在China Town 也是很多人 广东话啦 国语啊 有人一辈子住在那边 英文也没有太好 哦不只是没有太好 根本不会讲 我以前看过一个访问 一个人他在那边 住了70年 他是十几岁跳传的 几乎到现在 不会讲英文 而且他没有离开过 中国城 而且他们中国城还分啊 有台山话 有广东话 有潮州话 各式各样话都有 他们都 而且是不一样的 很难沟通 我觉得西谷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各国的工程师 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有很多 很棒的菜色 对不对 比如说我喜欢吃日本料理 韩国料理也不错 那当然有韩国街啊 什么什么街 那印度料理 其实也不错啊 因为其实西谷 有好多的印度人 北印南印不一样 现在越来越多了 尤其 印度人很少看到 做劳力阶级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 为什么 他们出技术移民嘛 他们是不是 种姓制度 所以他们出来的人 大概都是 都是在印度 都是顶尖的 顶尖的人 像我坐我旁边 那个印度同事啊 他是印度的 相当于美国的 马州理工学院的 对 他是印度 印度理工学院 那个在印度都是 就是几千万分之一 才能 才能去念的 所以他们比较 没有蓝领阶级 都是白领 在美国 我几乎没有看到 全部都是 就受过很好教育的 所以他落地的那一天 他就已经能够上战场 那反光 华人反而 反而没有ready 因为印度人的 英文比较好 所以他们有 不管他有没有腔啊 但他就是 可以沟通就对了 你说的是那个 口腔口音 对 口音 我跟你讲 没有人在乎了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 为我的口音感到光荣 因为我后来发现 台湾有口音吗 我们讲的 一定有中国腔嘛 对不对 有中国腔英文 谁都听得出来 我不是美国生 所以以前刚来的时候 就是我要很诚恳的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一直为我说 为什么我的英文 都没有办法说得 跟美国人那样子 后来我发现 根本不必 我甚至于故意 应该保留 我原来的口音 因为你知道是代表什么 表示这不是我的主要语言 那我另外会一个语言 是你不会的 对不对 这是我的secondary language 我都能够讲的像这样 那我的主要的语言 证明我有多强 所以现在美国人 也改变这观念 如果你说的跟他一模一样 那你只不过是 另外一个美国人 你的思考方式 也跟他一样 所以你没有 没有特别突出 反而现在你听到一个人 如果他做到一个 很高的职位 很高的收入 但是讲的英文呢 是自己 非母语 非母语 你就发现 My God 这小子背后一定有两把刷子 回到你刚刚讲到的主管的问题 因为你曾经也当过主管 然后后来你就发现说 当主管其实不一样 因为你的下头可能有白人 有亚洲人 有什么人 就是要去处理这些 真的很麻烦 白人真的那么难搞吗 我觉得蛮难搞的 我那个时候 现在他叫我去搞 我可以搞 但并不代表我喜欢搞这件事 我完全了解美国人 我知道 他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你不能用中国式的管理 我讲的算术 那你一定活不下去 所以管理美国人 要先从他的角度来看自己 你必须要放下 你是管理者的那个想法 应该说我是一个 来帮助你分配资源的人 我现在懂了 但是我还是不会喜欢 不喜欢 因为我不喜欢扯到人的事 当主管局 很痛苦 我觉得很痛苦 对 那个烦恼是晚上带回家的 而且工程师 是不是自己都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他们真的都很宅吗 我看我妹就 妹不会啊 我妹就好不宅啊 每天也都是 不宅 对 过得很开心啊 对 矽谷认识的人 大部分都不宅 因为如果宅的话 那表示 那只是你的个人的 就不是被迫的 而是说 你的个性是那样 那没有话讲 如果在矽谷 你是被迫宅的话 其实很难生存 因为社交 我觉得公司啊 工作上30%的时间 要奉献给社交 哦 社交活动 对 不是说我上下班打卡 就走 当然我们不打卡了 就不是说 除了公司 我其他一概不碰 那那个时候 被砍人的时候 因为没人记得你 所以第一个砍的就是你 原来如此 所以跟台湾其实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 对 我觉得让人家认得你 或记得你 那个能力蛮重要 那你讲到了 这个真的有趣嘛 叫做我失败的美式生活 你觉得这30年算失败吗 应该不会吧 我这边说的失败 不是指career 不是指工作 我所谓是一种 诙谐的表达 就是说我认了 我输了 我服了 你要怎么样 那是指生活方面的小事了 是是是 那整个的 如果就职场上 那个就不是失败或成功 我也没成功 但我也没失败 OK 那我觉得那是用 可以用不同的字眼来讨论 众人看到的成功 跟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都不同 也许很多人会说 哇 矽谷工程师好厉害哦 好羡慕哦 但你自己去 你就知道 好痛苦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 但是尤其是说 通膨的关系 你来到台湾 你会觉得东西还蛮便宜 你随便喝个真奶 都不用担心 像那个你在国外 喝一杯真奶 都好久 然后85度C 听说开门的时候 排队排好久 东西 那个好像一块蛋糕 大概美金 大概七八块钱 一小块蛋糕 咖啡嘛 差不多美金 美国咖啡的还好 没有那么贵 大概五块六块 但在这里就算是贵的 对吧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工程师很高兴 但因为你的相对的税 也很多 对不对 你们的税跟台湾来比的话 其实蛮高的 几乎去了百分之五十 几乎 然后再加上 你们会先存退休金 所以也要扣掉 然后还有你们的保险 不是健保吗 有分很多类的保险 就是你账面上 你说公司好比说付你一百块 我真正存入我银行的 差不多只有四十五块 四十五块 对 当然那五十五块很复杂 有些是我们 像公司提供健保 并不是免费的 我们自己一个月大概五六百 我都不晓得多少钱 那个很贵 然后包括你其他的周税 还有将来退休金都要储存 反正你最后可以用的 差不多是四成到四成五 看你自己要放多少在退休金 所以就是比命长 你退休你如果活到六十二 可能有打个折 然后六十五又高一点 七十又更高 狠狠 他们一直加到七十 对七十 对 对不对 还这种退休金算吧 这个最近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美国的生活 尤其是跟矽谷 比较有关的生活的话 欢迎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我失败的美式生活 鲁鱼大哥在现场 上一本叫做 一类矽谷 是吗 叫一类矽谷 对 上本跟这本不太一样 上本是比较讲科技业的 focus在矽谷 你这本感觉好多话要讲 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写比较多 比较广义 对 我刚刚讲到了美国 美国住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们很梦想中的那种 独栋房子 很多人在住 可是他们有好多的规定 比如说砍树也要什么 也要上层上去 然后你家的树 你家的草太长 也会被丢个单子 然后有时候我以前住在那边 帮我妹弄垃圾 又被不收 因为我们的垃圾 没有合乎规则 你分类之后 你要合乎它的哪一个 几公分乘几公分 它才收走 全部都得 好麻烦哦 这国家太上制度了 太上制度 那他们真的会有按照制度吗 会照这个执行 而且他说不收就不收 像我们 我们是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 但那个垃圾桶很大 是带轮子推出去 放在家门口 每个礼拜一早上来收 他规定两个 一个桶子是垃圾 一个桶子是院子的树叶 对 两个距离要超过两尺 那你有的时候 随便一摆就走了 距离不到两尺 他不收 那不收你那个礼拜就没了 那我打电话就问 为什么不收 它是电动上去的吗 是不是 对 它是一个机械手臂 它是个机械的吗 因为你放在一起 它就没有 它就不收了 他说你那距离太近了 所以 它就是不收 我那天看到那个Facebook 侯冠群啊 他有写一个 就是好像一年前吧 他家好像弄了两个石狮子 之类的 他觉得前面那个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 比较长的那个 走道 走道 他放了两个石狮子 然后就被邻居告 那个告 是为什么 那我就不懂 因为你在你的 应该不是说 除非他扯到公共安全 但是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美国 基本上就是说 你放每一样东西 你不能破坏美观 如果那个东西 是很不美观的 或者有冒犯到他人的 那十四个Case 我觉得你不应该会这样 邻居可以去举发 甚至于我讲说 你房子我随便漆成紫色 那你完蛋了 因为美国没有这种自由 说我房子 你不能随便漆成 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为什么 很多社区他会有管理 甚至于那 我想不漆 老子没钱 我不由漆 很多社区也不行 就他保持房子的一致性 其实我最喜欢去美国的 那个就是我妹妹家附近的时候 最喜欢去万圣节去的 很可爱 因为 哇 好恐怖哦 你不要以为 这一次中山堂的 那个什么花灯怎么样 他们很可 他们会弄好多好多的 那个 还有人摆一口棺材啊 没事还会打开 你们坐起来一个人 电动 他们会花好多时间去弄 然后有的好高 还有风 还吹风这样子 他们好喜欢 那个可能要花一两个礼拜去搞 他们对节庆 对 圣诞节然后又整个拆掉 又换新的 又要两个礼拜 所以讲到圣诞节 万圣节这些 我突然想到你书上有写到 我也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美国你有时候买东西 你只要不拆标签 你用一用就可以又退回去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百块 然后你明天看到他降价变八十五块 你就可以退掉 然后再去变成八十五块买到 所以这也是他们经济 他不是不合理 其实他厉害的地方 放长线钓大鱼 会吗 会 那你想想看 Amazon他退货是不问理由的 对不对 然后而且保证一定在多少天 好像是三十天 一定可以退 我都不知道退过多少次 但我不是恶意去退 那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买了 我发现不喜欢 那我常常想他们怎么这么相信你 这就是他赢了 所以你下次买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大方 所以我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Amazon让我们学会 如果他相信你 最后是他赚 就他绝对相信客户 其实这个账都算在里面 我曾经有一床被子 买了 盖了三天 后来发现别家比较便宜 那去退的时候 他要你填那个 为什么退 我说因为别家比较便宜 我不需要骗人 他也接单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大家就实话实说 那你既然说我可以退 那我就退 所以美国生活 其实跟台湾不太 台湾也可以退 就是七天 多少天 我们这叫奥克 是不是 也没有啦 就你不合 你还是可以 但你标签什么不能减 但你干了三天 我们已经都使用了 像Amazon没有什么标签 不能减的 你真的已经用了 像我上次有一个 喂鸟的风鸟器 用了大概两个月 三个月 对 漏水了 那我没有要退 我只说那你给我换一个 我不可能花50块 我已经买一个漏水的 他二话不说 就把钱退给我了 然后拿去一定是丢掉 因为不可能再卖 但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因为我不可能花50块 买个东西 只用两个月三个月 所以其实在美国生活 就是靠 就是要了解美国的规则 你就可以 就依照它的规则 游戏规则 你不要想要改变什么 对 就follow这个游戏规则走 其实就变成像美国人那样 其实也不难过 那在疫情之后 你有发现东方人 走在路上会稍微危险了一点吗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担心 因为川普在后面讲说 这个叫中国病毒 有没有 那个当然很不应该 很不应该的 就是说用一个种族来调 那的确会激起一些美国人 他们有 我听说有些go back to china 那我们讲 我们又不是其他哪来的 后来他搞不清楚 所以我跟你讲 就像美国人 英国人 什么人 我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那我听口音 我听得出来 他如果不听口音 你看脸 其实你搞不清楚 其实同样我们碰到华人 他根本分不出来 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 都分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种族问题 是容易被炒起来的 所以当美中关系 恶化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变成 就是间接的受害者 但基本上现在 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了 因为至少在戏谷 为什么 有色人种比白人还多 是 要比起来看谁多 的确啦 戏谷就算像一个联合国一样 但你可能到比较大 隔壁的州 那内陆州 内华达州可能就 有湖泊的那些地方 那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你一去他一看 你就是不是白人 我记得我在疫情的最高峰 去内华达州 去超市买东西 整个超市 只有四个华人戴的口罩 在疫情期间 白人不戴口罩 他不戴就是不戴 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出来 他们的抗拒性好强 好 虽然他们的距离很远 对不对 一个房子跟一个房子 距离很远 但是以如果人口的密集度来讲 台湾在疫情的控制当中 还是真的蛮厉害 非常厉害 全世界是前面数一数二的 对 好 那今天很高兴的 邀请到鲁鱼大哥 介绍30年的 在美国的日常观察 如果说听众朋友 想要知道 公治 英治 还有为什么美国 还有什么日光节约时间 等等 都在这书上 有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 再次谢谢鲁鱼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婷 谢谢各位 谢谢